高仓健请日本第一铸造大师花费了一年时间打造了一把宝刀 在日本刀是忠贞和守护的象征 他希望这把刀能够保佑张艺谋度过一切艰难的时刻 2022年张艺谋成了全球首位双凹导演 无上荣耀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几秒钟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里人们一边说他江郎才进 一边又感慨着没有国师真不行 他的艺术才华毋庸置疑 他的感情经历却让许多人不敢沟通 双面张艺谋这一辈子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许多人在看过张艺谋的2008这部纪录片后 才逐渐理解了张艺谋的不容易 当13亿人的期望落到一个人的肩上 这个责任真的太大了 尤其是对因为雅典奥运会闭幕世上的北京八分钟 而被口水淹没的张艺谋来说 在这部跟拍了四年的纪录片中 张艺谋似乎永远都在开会 前一秒他还在沟通电影满城近代黄金甲的拍摄细节 下一秒就挪到了小房间里 继续和开幕式筹备组讨论方案 这都是常态 在创意方案确定之后 执行上出现了问题 也时不时需要张艺谋站出来解决 有时候甚至和供应商谈判价格都要他出面 但张艺谋一点都不敢松懈 用程晓东的话来说 本来就轻瘦的张艺谋 自从担任08年京奥开幕式总导演以来 小了一号 除了筹备组的同事们 一位在中国颇有名望的日本国宝级演员 也关注到张艺谋和他肩上的重任 他就是高苍健 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前夕 一部名为追捕的日本电影《风靡全国》 主演高苍健带火了飞行员墨镜 卡齐色封衣 电中他会骑马会开飞机 最重要的是能英雄救美 是新中国荧幕上有史以来最别致的男性角色之一 他成了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男性偶像 是男子汉的代名词 1985年中国青年第二期还专门以他为话题 发表文章《到哪儿去找高苍健》 而追捕上映的同一年比高苍健小20岁的 张艺谋刚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他也毫不例外的把高苍健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盼望着有一天能为他量身定做一部电影 随着张艺谋在国际上达出了名气 高苍健也注意到这个势不可当的中国导演 对张艺谋早期拍摄的《红高粱婆》这等作品更是赞不绝口 多年之后张艺谋终于拿出了天理走单旗 成功与偶像合作了一把 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高苍健对张艺谋是非常欣赏的 一生没有孩子的他还当众说出了 我真的很想把张艺谋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话 在这之后高苍健和张艺谋一直保持着身后友谊 当张艺谋紧锣密鼓筹备惊傲开幕式时 高苍健为鼓励他特地找日本国宝级大师定做了一把刀 还不辞辛劳 跑通了运输道具需要的出镜批文 亲自护送宝刀交到正在北京的张艺谋手上 这段交流被张艺谋的2008纪录片镜头拍了下来 只见装着宝刀的墓盒上写着 守护张艺谋高苍健起之 高苍健送完刀之后生怕耽误张艺谋的时间 没多做逗留便回了日本 后来张艺谋才得知 来北京之前高苍健特地在寺庙为他张罗了一天的欺负仪式 可惜的是 等到张艺谋筹备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时候 他的忘年之交高苍健已经不在人世了 1987年已婚前有一个女儿的张艺谋 在红高粱片场和拱力眉来眼去 拍完这部戏之后 回到学校的拱力被男友暴打了一顿 而张艺谋这边回到家 也瞒不住老婆萧华 萧华在给张艺谋洗衣服的时候 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里面写满了拱力对张艺谋的热辣表白 她一边哭诉着自己男友的暴行 一边畅想着以后给张艺谋如何双宿双飞 这封信对于从少女时代就陪伴在张艺谋身边的萧华来说 无异于五雷轰顶 不久之后拱力的男友找到萧华 协商怎么解决这件事 她把张艺谋的原话说给萧华听 昔日一起住窑洞 给自己烧水洗头的枕边人 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婚姻是一场误会 当初张艺谋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需要到陕西农村插队 这本来是没有萧华什么事的 但她对张艺谋一往情深 收拾行囊后便跳上火车 跟着张艺谋去了啥都没有的乡下 一待就是八年 后来张艺谋和萧华回城 被分到乡离很远的单位 她仍然对萧华很上心 萧华的父母看不上她 她一咬牙便写了长达四十页的血书 向老人家表达自己对萧华的全权心意 后来在萧华姐夫的撮合下 张艺谋终于如愿娶了萧华 正是在这位姐夫的引荐下 张艺谋才得以被特招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与此同时 原本有资格上大学的萧华 给张艺谋生下了女儿张默 为了让丈夫安心学习 选择在家相夫教子 然而这换来的是什么呢 见识过花花世界后的张艺谋 开始对萧华处挑刺 甚至还在家书中指点萧华要如何穿衣打扮 果然闻过野花香的男人是把持不住的 面对非要离婚和巩俐在一起的张艺谋 萧华也曾暗自垂垒 也曾抵死不从 但最终她还是放手了 萧华后来在自传《往事悠悠》中写道 洪高粱塑造了一个有作为的导演 也熄灭了一颗曾经真诚过的心 离婚后的萧华带着女儿张默 回到了自己父母家 都说女孩子嫁人得听父母的话 爸妈不让嫁的人真的不能嫁 可有多少女孩子能够遇见未来呢 离婚后的萧华就一直单着 再也没有结婚 许多年后 已经再婚却不知举了巩俐的张艺谋 还曾说过 十分怀念当初插队时住过的村庄 老了以后想回那里去养老 她放不下的又是什么 割舍不掉的回忆里 还有萧华这个人吗 1995年张艺谋和原配萧华离婚 已经过去近八年了 对于这八年来 与自己初双入队的巩俐 却迟迟没有给人家一个名分的想法 再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片场 巩俐的二哥找到张艺谋 询问妹妹的婚事 是不是该找个时间定下来了 张艺谋却非常不以为然 婚姻不就是一张纸吗 为什么非要看中这张纸呢 从20岁到30岁 跟了张艺谋八年的巩俐 听到这句话彻底心灰意冷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巩俐和张艺谋分了手 第二年两人一起到 嘎那出席电影宣传活动时 有记者问巩俐 将来还会不会和张艺谋合作 巩俐落泪了 这个男人曾经对原配萧华 撂下过这样的狠话 如果不离婚 他宁愿和巩俐浪迹天涯 也不愿意再回家 八年之后 他也没想过给巩俐一个家 据说这是因为张艺谋认为 巩俐没有办法胜任好妻子 和好母亲的角色 曾几何时 巩俐会因为张艺谋忙着给女儿张默打电话而大发脾气 这也是张艺谋顾虑的由来 时至今日 觅得驾傲的巩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人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巩俐和张艺谋的结局 或许也是早就注定了的吧 感到一难平的 只有抗坑而已 分手多年之后 年过半百期 只有一个女儿的张艺谋急了 他自认是个传统的男人 希望膝下儿女成群 这一年他在选拔幸福时光 看中了只有18岁的陈婷 一年之后 陈婷不顾家人反对 完成了退学 以及帮张艺谋生下一个儿子 两件大事 紧接着便是老二老三 坊间一度流传 陈婷每生下一个孩子 就能从张艺谋那儿得到一千万的奖励 但话说回来 虽然张艺谋没有第一时间公开和陈婷 组建家庭的事情 但那些年来 他确实也没有再传过什么花边绯闻 低调当了11年导演太太的陈婷 后来被和张艺谋闹翻的制作人张伟平 女演员何军联手捅了出来 在这之后 陈婷给大家的印象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一个愿意让自己隐形 默默为大导演生儿育女的女人 在吃瓜群众眼里被评价为不简单 但她又似乎是真心实意地为张艺谋着想 包括今年冬奥会接近尾声时 巴文心疼年过七旬的张艺谋 这或许也是她的特别之处吧 感情这件事说多了 还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只能说在张艺谋的一生中 陈婷赶上了一个好时间 消滑的泪水也好 巩俐的洒脱也好 都只好嘴峰去了 这边就好嘴峰了 这边就好嘴峰了 那边就得到